欢迎来到明星新闻MK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杨幂与迪丽热巴不合 热巴被迫当众展示18国语言 李一峰出面解围 如果我没有杨幂 也没有现在的迪丽热巴 可以说杨幂算得上是迪丽热巴的贵人 当初杨幂为了完成对赌协议 让迪丽热巴与唐嫣一起出演克拉恋人 毕竟当时的唐嫣是最红货的时候 万万没有想到迪丽热巴虽然是个女儿 但这部剧让大众注意到了她 随之而来的资源也是源源不断 不仅让杨幂提前完成了对赌 也让迪丽热巴凭借李慧珍大火 并荣获了精英女神 两人的合作可谓是互惠互利 迪丽热巴作为杨幂旗下的艺人 杨幂为了捧红迪丽热巴也是非常的尽职尽责 出席活动也是将她带在身边 在活动上也是频频cue到她 随着迪丽热巴火了之后 网上出现了杨幂与迪丽热巴不合的消息 而杨幂在公众场合让迪丽热巴难堪 并让迪丽热巴成为全网的笑料 这其中究竟发生了什么 两人真的不合吗 当初杨幂带着还没有名气的迪丽热巴参加活动 为了宣传新剧每个人都要展示一下才艺 而当主持人cue到迪丽热巴时 迪丽热巴的反应很明显 事先不知道还有这个环节 还如实回答并没有什么才艺 那就语言吧 本以为就是一带而过 没想到一旁的主持人问到杨幂 杨幂却说迪丽热巴精通十八国语言 不知道是杨幂多给迪丽热巴展示的机会 还是故意为难 迪丽热巴在听到杨幂这话之后 小声地说了一句没有 而一旁的主持人却坚持要让迪丽热巴秀一下 无奈之下 迪丽热巴只能硬着头皮 磕磕绊绊地说了几句韩语 谁承详主持人仍然不放过 还让迪丽热巴说日语 而面对众多的观众 迪丽热巴也只能硬说 说完话主持人也不忘调侃 自己反正也听不懂 连一旁的杨幂也是跟着附和 难道是杨幂故意让迪丽热巴从中难堪吗 像这样的才艺展示稍微有点意思就可以了 而一旁的主持人仍然不放过 甚至还提出让迪丽热巴说太语 见到这样李一峰看不下去了 连忙为迪丽热巴解围 主持人见到李一峰都出面帮他后也没有再继续为难 这才一展示才算完事 而杨幂在活动上说迪丽热巴精通18国语言 这让不少人觉得杨幂在为难迪丽热巴 甚至还说迪丽热巴比杨幂红 遭到了杨幂的极度 想让他出球 而当时的迪丽热巴只是一个新人 名气还没有现在的大 就连主持人都是直接掠过迪丽热巴 如果不是杨幂主动让迪丽热巴展示 迪丽热巴也不可能有机会在大众面前曝光 而对于自己公司的艺人来说 虽然名气越大越好 毕竟能够为公司带来不少的利益 杨幂与迪丽热巴不仅是老板与员工的关系 也是要好的姐妹 曾经还上演过一出公主报 对于杨幂与迪丽热巴两人之间的关系 你们是怎么看待的呢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